各位中时电子报的读者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发现台湾一直在处在好像多世之秋 这个秋一直从来不会结束 那么从最近我们看到台大的校长领选风波 那么管中敏教授经过绿营不断的透过包括学者放话 包括所谓的立法院干扰 包括教育部强行的指导 甚至不惜去违反宪法第11条的讲学自由 以及大法官会解释380号所强调的教育部只有监督之权 并不能够创设所谓法律所无的规范 而教育部也一而在再而三 用所谓的行政力强力的要干扰 目的就是要把管中敏的校长的位置拔掉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M503事件当中 你也可以看到蔡英文政府是在处理M503事件 荒腔走板竟然一而在再而三是拿台商台干 以及台湾在大陆的学生的权益来开刀 那么等于是用自己的人民来作为跟对岸谈判 甚至施压的筹码 这世界上有这样的政府也算是叹为官子 那么其他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复联会的清算跟追杀 这个戏目一步一步的一天比一天演得难看 那么党产会以及整个民进党政府 在行政契约没办法签成之后的话 那么就火速的把复联会判定为 所谓的国民党赴水组织 并且要将他的财产收归国有直接充公 这个好像大家也只能在共产国家会发生 看见这样类似把民间财产直接收归国有的这种情形 但是下一个问题大家也看到 不管是空污问题解决不了 劳基法的争议一利一休反复不已 以及包括陆克不来台 以及造成观光业的萧条 你会发现这20个月来 似乎没有一天 台湾不是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当中 但是民进党这条这个所谓的权力的列车 却看到他越来越无所忌惮 加速的狂冲跟蛮撞 这种情况之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我们民进党 或者是难道人民对他都没有办法去制约 跟制衡这一个所谓的失控的权力列车吗 答案其实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民进党是选举的动物 只要对民进党他们自己判读 选举上产生威胁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才有可能让他的权力滥用的 一系列行为自我约束 因此关键还是在什么呢 关键就是在今年2018年的 年底的选举大选当中 大家可能恐怕要深思一件事情 今天这场选举 18年的选举 已经不纯粹是县市长大选 已经不纯粹是县市议员或九合一选举 这场选举其实是国家政策路线的一个其中检讨 也就是针对民进党这上台不到两年 所谓的权力狂奔 跟所谓的权力滥用 甚至所谓违反法治 包括像陈思梦这种慌张离谱的事情 都会一而再再而再发生 要制止这些事情继续发生 其实台湾人民只剩下一条路 这条路是什么 就是在2018的选举 要用选票给民进党一个重大的教训 要用选票告诉民进党 我们没有办法忍受 你在用所谓的权力的傲慢 然后去践踏台湾的民主 危害两岸的关系 已经造成国政的衰败跟停滞 这是台湾民众唯一能够拿来制衡 民进党的一个最重要的武器 如果说大家可以反过来想 如果今年2018年底的选举 民进党依然轻松的大胜 这种情况之下 请问民进党中央蔡英文政府会怎么想呢 他当然会认为说 过去这将近两年所作所为的一切 都是顺理成章 也都是得到人民认可的 因此接下来的权力列册 你就会发现他更会加速的蛮冲蛮撞 台湾过去这几十年来 其实我们建立的成就 不只是大家所表面上看到的 过去的经济的亮眼的经济成就 也包括我们好不容易建立的 民主 法治 人权跟自由的社会环境 而经济的部分 在民进党的一个所谓的治理的无能之下 你会发现说台湾经济前景 已经蒙上了很大的阴影 那民进党所许诺的公平 或是分配争议 事实上在民进党上来之后 你也发现说他完全没有办法做到 当初许诺给人民的所谓的 均富或是公平 跟分配社会正义的这个愿景 那更重要是什么 连最基础的 最核心的 以及台湾最重要的制度价值 事实上民进党也在破坏当中 如果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选票 去捍卫我们的民主 法治跟人权 不能捍卫我们的所谓的自由的信仰的话 那么台湾实际上请问大家 台湾到底还有什么 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 所以2018的选举 2018的选票 事实上是制裁以及制止民进党 这个权力失控的列车 继续蛮冲蛮撞的一个 最重要的关键的阀门 如果这一个关卡 如果这一个关卡 没有把它挡下来的话 那么台湾的民主才真正的堪忧